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住在附近的居民 每天必须买凤梨皮回家 自行除臭 对公部门互踢皮球 居民表示相当无奈 而当地里长与环保局表示 市场土地属于多名地主共有 必须先找出地主进行沟通 才能决定后续处理 第一个地主有的现在地主不齐 没有齐全 然后有的人他不愿意自己亲 他说赵士者你要给我们亲 可是现在赵士者有联络到他 可是他跟他讲以后 现在要他回我电话 他都打电话都没人接 那个地主是好几个 那看他们怎么去协调嘛 环保局绝对会全力支持 如果决定要叫我们亲 我们还是会去亲 只是现场他的他 破的破 不时又传来交错位 不仅对环境卫生造成影响 公部门如果再不积极处理 如果不幸发生意外 恐又会造成灾害 剧者冯一启红在庭台南报道